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影像大车车的阿达 今天我们来说说Evil Nano Plus 它这个RYB的夜景效果 之前做了画质评测 很多小伙伴私信跟我说 之前拍的样片太少了 没有办法判断它效果到底怎么样 所以趁着过年的时间 专门给大家拍摄了一组夜景的视频 因为太冷了 我出去就直接是把飞机放在口袋里面的 我连包都没有背 就是这样放的 然后这边是飞机和电池 这边是遥控 我最求的是这种小巧轻便 飞完了往口袋一放我就能走 其实在很多不熟悉的地方飞行的话 你飞行的时间太长了 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是吧你们都懂的 然后呢还有是由于都是夜间飞行 所以非常的危险 一定要仔细的观察周围的环境 然后再进行航拍啊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好了跟我一起去游览如梦似幻的 归零夜景吧 先说拍摄环境吧 最近一直都是在下雨啊 只有一两天好天气 整条影片我除了调节了色温 切换了一下两倍长焦的镜头 其他都是用默认的 我没有使用手动模式 我后期也没有进行调色 就是直出加剪辑 所以这就是最真实的效果了 单独的4K版本的视频 我也会一起上传 你可以在我的列表里面找到它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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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